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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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原型的常德河街 打造及旅游商业文化历史 与一体的记忆古街 展示常德高枪 常德思贤等 常德当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当天下午 习近平来到常德市顶城区 卸家铺镇粮食生产万亩综合事贯片区 走进水稻田边 查看央苗培育和土地翻耕情况 冰桶重粮大户 农迹人员 基层干部和村民亲切交流 详细询问春耕备耕等情况 习近平强调 抓好春耕备耕对于确保粮食封产和粮食安全至关重要 各地区各部门要压实责任 确保春波面积 细化春季田间管理 保障农资充足供应 强化农业社会化服务 在两种粮法 粮积粮田深度融合上下大功夫 落实好强农会农赋农政策 保障农民种粮收益 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种粮积极性 为全年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 开好头 起好步 国王卫视综合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18号下午在湖南省长沙市考察调研 习近平当天考察了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城南书院校区 了解学校用好红色资源 坚持利得数人等情况 这里是中国现代师范教育的摇篮之一 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策源地之一 更是毛泽东思想的萌芽地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源地之一 随后习近平又来到中德核资的巴斯夫山山电池材料有限公司 了解当地加快发展新制生产力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情况 这家成立于2021年的公司 目前致力于创造正极材料化学新作用 追求可持续发展 复活卫视综合报道 香港立法会19号恢复二读辩论 全体委员会审议及三读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 最终全体议员表决通过 是香港落实维护国家安全限制责任的重大举措 具有里程碑意义 19日早香港立法会加开会议恢复二读辩论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 开启立法程序的最后一个阶段 随后经过全体委员会审议及三读 条理草案最终经过表决后正式通过 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发言时 感谢所有立法会议员以及香港市民大众对于立法的支持 同时表示这次立法因议深远 在此之前的一个星期内 立法会共进行了22次44个小时的密集式会议 高校顺利地完成了涉及181条条文与相关修订的审议工作 而19日当天的议程同样密集紧奏高校 恢复二读辩论从早上9点钟开始 88名议员先后发言 一般都在5分钟内 除广东话外 有部分议员以英文和普通话发言 所有议员全部支持立法 议员们表示能参与审议通过立法是光荣的历史使命 相关立法是必须立尽快立 不仅是限制责任也是实际需求 相信这次立法能够与香港国安法 共同共助其维护国家安全的有效屏障 所以这次的国家安全立法 比起我21年前的时候处理 是肩负更大的责任 我们有这个责无庞态的 宪制的责任 很高兴今天可以旅行了 希望我们有实际的需要 如果我们是立了法的 2014年 我相信我们不会出现了 79天的占中 经过7个小时的辩论 下午4点钟左右 草案通过二读表决 随后马不停蹄 进入全体委员会审议阶段 就草案的一些细节继续进行讨论 表决政府提出的91项修正案 下午6点多钟 条例草案进入三读 最后阶段立法会主席也破例进行投票 最终全票通过法案 宪传长官李家超也根据议事规则 随后出席了会议并做发言 他表示立法后稳定安全的投资环境 将会吸引更多投资 而港府也可以全神贯注地改善民生 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香港立法会三读全票通过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后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进入会场发言 宣布签署维护国家安全条例法案 并且自3月23号起 就会正式地刊献生效 立法会主席 各位议员 今天是香港的历史时刻 是香港等待了26年8月09日的历史时刻 我将签署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法案 我将条例在23号刊献公布实施 即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将在2024年3月23日正式生效 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 在经过10小时的二读辩论 全体委员会审议后 包括立法会主席梁军燕 获利投票在内 出席的89人 全票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 李家超强调 本次法案通过是香港特区第六届政府 和第七届立法会 终于共同完成光荣使命的历史时刻 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限制责任和历史使命 终于完成 国家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香港立法会全体89名议员 全数表决三读通过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 包括立法会主席梁军燕也破例投票 梁军燕解释 本次全体议员辛苦审议条例一致赞成 也值得他参与投票 让法案有一张完美的成绩表 第七届立法会 今天就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审议工作 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同时是也都代表香港踏入一个新的一业 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 制度和执行机制得以完善 确保了香港今后能够在更安定的社会环境下 集中精力 剃造一个更繁荣的香港 同时为国家的高质量发展出力 梁军燕在三读通过条例草案后表示 本次审议过程公开透明 过程高智高效认真 显示行政立法关系的良性互动 审议素质达至新高度新标准 为日后的法案审议起良好的示范作用 审议条文时政府也从善如流 接纳议员提出多项建设性的意见 令法案更加完善 同时彰显了行政立法目标一致 不乏协调 齐心为香港打拼 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 19号三读通过 香港特区政府多位的官员表示 百感交集 深感振奋 同时也强调完成立法是 香港诸牢国安屏障 加速发展的新起点 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祥 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 草案三读通过 就像看到亲生儿子出世 心情百感交集 而过程也可为是成绩酸甜火辣 甜代表香港终于填补上了 维护国家安全缺口 社会踏实向前 酸包含了团队 为了早一日立法付出的心酸努力 苦代表立法经历超过20年 波折同苦难 辣则表示 不论面对多狠辣的抹黑同工机 都毫不畏惧 竭力反驳 如今排出万难 完成这一项历史任务 深感于有用烟 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 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 国安家好 攻守兼备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三读通过 标志着香港特区切实履行限制重任 也标志着全港上下 坚定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心 使命光荣 意义重大 同时他也特别感谢立法会议员 连日来专业高校审议法案 与特级政府携手 引领香港落实回归祖国 近27年以来未能完成的任务 他表示 这不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的终点 而是在油制即兴新政策上 做好攻守兼备 踏上四个更好的新起点 一是要更好助劳国安屏障 他强调这套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所针对的是属于极少数的 危害国安不法之徒和害群之马 对所有绝大多数的奉公守法市民 投资者和企业而言 生命财产和权利自由 均会受到更稳妥的保障 此外要更好地聚焦加速发展 更好推动国安教育 同时还要更好地做出前占部署 他表示国际形势辩论交织 务必要继续警惕反中乱港势力 包括形形色色的软对抗 这次立法正正未雨绸缪 使得香港有需要时既能果断出售 防范和化解国安风险 凤凰卫视赵荣香港报道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 19号祝贺香港特区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顺利通过 认为是助劳安全根基 加快油质集星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指出 香港特区立法会全票通过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顺利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 进一步落实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 限制责任 实现了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 全国人民期盼已久的共同愿望 在新时代新征程 一国两制事业发展进程上 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 港澳办对此完全支持和热烈祝贺 国安才能港安 国安才能加安 保国家安全就是保一国两制 就是保香港繁荣稳定 就是保外来投资者的利益 就是保香港的民主自由 就是保香港全体居民的人权和根本福祉 香港国安条例的制定实施 必将进一步驻牢香港发展的安全根基 推动香港加快实现 游质即兴 香港特区积极履行 维护国家安全限制责任 充分彰显爱国爱港新气象 特区政府敢于担当 善作善成 立法机关尽职尽责 严谨严严 社会各界全力支持 积极参与 香港国安条例顺利通过 为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推动一国两制实践 行稳致远 提供更加坚实的制度保障 全面有效维护国家安全 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权 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 在高水平安全保障下 香港定能实现高质量发展 和高水平开放 加快油质极星的铿墙步伐 一国两制方针长期不变 香港的独特地位和优势更加巩固 爱国者治港强大效能日益彰显 伟大祖国永远是香港的坚强后盾 香港特区国家安全立法的历程 再次证明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 正义的事业是不可战胜的 任何反动势力都阻挡不了 一国两制事业前进的步伐 随着香港国安条例的制定实施 香港发展的安全根基 必将进一步驻牢 香港油质极星的进程 必将进一步加快 香港一定能够实现更好发展 创造更大辉煌 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委业中发挥更大作用 不断谱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崭新篇章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区联络办公室 发表声明表示 香港立法会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 是香港回归祖国以来 由于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中联办表示 立法标志着香港特区有效落实 基本法第23条规定的限制责任 阻牢香港长治久安和稳定繁荣的防护墙 将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香港油质极星的前景更加光明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 也热烈祝贺立法通过 指香港特区政府及立法机关 以高职高效完成立法程序 顺应人心所向众望所归 立法为香港维护国家安全 量身打造 坚强铠甲 为香港实现油质基金 提供坚实支撑 展现爱国者治港新气象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负责人 19号就香港特别行政区 制定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发表谈话 法工委负责人表示 香港特别行政区 制定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是香港特别行政区 落实维护国家安全限制责任的重大举措 是全面履行维护国家安全法定义务的切实成果 值得充分肯定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进一步建立健全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为依法防范 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 提供了有利法治保障 有利于全面准确 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有利于依法维护香港居民和其他人的合法权利和自由 有利于保持香港特别行政区长期繁荣稳定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立法过程 经过了香港社会广泛深入的公众咨询 和立法会认真全面的审议 条例草案经过修改完善后 获得立法会全票支持通过 这充分体现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具有广泛社会基础 根据香港基本法有关规定 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 需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收到报送备案的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后 将由有关工作机构 依照法定职责和程序进行审查 适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 报告备案审查工作情况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发言人 在19号发表谈话表示 香港特区立法会全票审议通过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具有里程备意义 国安才能港安 而国安才能加安 这一次立法为香港长治久安 一国两治新闻致远 逐起新的法治长城 发言人指出本次立法 是香港特区落实基本法 全国人大有关决定 和香港国安法规定的 限制责任和义务 进一步健全香港特区 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 和执行机制的一项 重大标志性工作 具有坚实的法理基础 和迫切的现实需要 发言人表示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立法程序严谨规范 立法内容科学合理 最新要素界定清晰 刑罚轻重宽延适度 兼顾维护国家安全 和保障权力自由 及经济发展的平衡 也符合国际法 和国际通行惯例 条例与香港国安法 先接互补 有利堵塞香港特区 维护国家安全法律漏洞 构筑起维护国家安全的 坚实屏障 新华社评论员指出 香港特区立法会19号 全票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夯实香港发展安全根基 推动一国两制实践 行稳支援 新华社评论员指出 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的制定实施 必将进一步夯实 香港发展的安全根基 推动一国两制实践 行稳支援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最高原则 新通过的香港国安条例 对基本法第23条规定的 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 做了规管 并适应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 实际需要完善了相关制度机制 使香港特区能够全面有效防范 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 行为和活动 香港国安条例的制定 获得广大市民和社会各界的支持 彰显香港迈入油质及新新阶段的 爱国爱港新气象 法案审议依法易规严谨劲务实 充分体现特区迈向良正善志的新风貌 香港国安条例在维护国家安全和保障 权利自由及经济发展之间取得了良好平衡 23条立法顺利完成将为香港改善银商环境 提升竞争优势提供坚实保障 并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香港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 香港国安法制定实施三年多来 香港市民和国际社会对香港的信心指数持续回升 国际机构对香港银商环境评价正面积极 相信在中央大理支持和香港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 香港加快实现油质即兴的基础将更加牢固 独特地位和优势会更加突出 爱国者治港强大效能会更加彰显 一国两制成功实践必将谱写出更加精彩的新品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香港立法会全票三读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 对香港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相关话题我们今天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 来为大家做电评分析 今天早 想以杨子两位早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 对于香港落实维护国家安全会有什么样子的作用 2024年3月19号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来说 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因为在这一天香港立法会三读全票通过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 并且由这个李家超特首已经签署 将会在3月23号正式刊线实施 那么这一天香港是等了26年08个多月 应该说是等得非常辛苦 但是来的也是非常的必要和及时 那么香港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通过之后 为香港维护国家安全 为维护香港的自身的利益 为一国两制行文支援 构筑了又一个铜枪铁壁 应该说这个条例和香港特别行政区 国家安全法等一系列的维护香港国家安全的法律条文 一道构起了一个新的铜枪铁壁 那么这么说吧 就是这个条例应该呢 其实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成立之后就应该立法 但是一等就是26年多 近27年 那么这个期间并不是说 香港特别行政区或者是香港的立法院立法会不去做这件事情 但是呢 因为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遇到了重重阻碍 特别是那些反中乱港的人士利用立法会的权力 那么进行阻扰 使得香港特别行政区和立法会没有办法履行应有的限制 那么这样的话呢 也造成了在这期间我们看到的香港的一次又一次的乱象 为香港特别行政区 为香港的市民带来了极大的破坏 也让国家的安全遭受到了极大的这个干扰 甚至于呢形成了威胁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新一级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和立法会 本着履行限制 责任 那么是要完成 基本法第23条的立法 那么终于在昨天 这个法 这个条例就已经获得了通过 那么这个条例通过之后 特区政府就会带领香港各界全心全意的拼经济 改善民生 同时呢也为香港维护国家安全 又增添了或者叫增加了一个法律武器 我们知道法律它具有两面性 一方面它是盾 另一方面呢它也是毛 就毛来说 凡是涉嫌违反国家安全 破坏香港稳定的 无论是团体组织个人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法律面前是毫不留情的人人平等 而盾它起到了一个维护广大香港市民利益 维护国家根本利益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所以呢这个法或者叫这个条例 它的重要性就彰显于此 那么当然了 在昨天通过了相关的条例之后 它并不是一个终点 只能说在立法的过程当中 它完成了走完了最后一公里 但是从3月23号开始 这个法就会生效 凡是肆意要破坏国家安全 要威胁国家安全的团体个人组织 就会受到法律的一个制裁 那么在整个的讨论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所有的立法会的议员 都本着专业的精神 对每一条每一个字都详细的研究审查 并且提出了相关的修改的意见 而广大的市民 也经过一个月的公开的这样的一个咨询活动 递交了13700多份意见 绝大部分的意见 相关同学政府 立法会都认真聆听 而且采纳了部分人的意见 比较敏感的一个意见 比方说我们举一个例子 就是有关引入公众利益 这样的一个意见 就得到了采纳 那么对信息的披露 对什么是国家保密的一些信息 怎么样来鉴别这些信息 这些信息的来源 以及涉嫌违法的人 他们的正当权益 那么特别是香港特别行动区 签署了国际人权公约 那么这个公约和现有的 香港的一些法律条文 也包括这个条例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认真的厘清和界定 那么这样的话 就为未来在执行这个条例的过程当中 无论是律师执法部门 或者是个人 指明了一个明显的一个界限 或者是明确的一个区域 使得这个广大的市民能够意识到 只要你有意识的来泄露相关的信息 有意识的来破坏国家的安全 有意识的来破坏香港的稳定 就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我们说这个条例通过之后 为香港增加了一个维护国家的利器 那么我们也期待这个法实施之后 广大的市民能够遵守这样的一个条例 同时和香港特区政府一心一意来拼经济 欢迎回来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 周二在香港立法会三读通过 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 用既紧凑又严谨来形容这一次的立法过程 并强调相关法律 无论从法律层面还是实际层面 都对于香港社会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接受凤凰卫视独家访问时 用既紧凑又严谨来形容这次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立法的整个过程 在香港回归祖国近27年后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在立法会正式通过 标志着特局履行限制责任 完成这个宪制责任 对于真是能够全面准确 去落实一国两制 法律层面上来说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步 其实你有一个安全的环境 对于推进社会的发展 其实是很重要 甚至是一个前提 富豪卫视 金小飞 香港报道 香港立法会主席梁军燕在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当天接受凤凰卫视的装访 而他对于立法会三度通过条例草案 感到光荣和兴奋 作为程序把关人 他强调这次立法虽然争分夺秒 但全部符合法力 也是他见过直数最高的审议过程 香港立法会主席梁军燕 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 对终于完成香港回归约27年来的限制责任 感到光荣和兴奋 在今时今日 在第七届 尤其是我当为立法会主席 能够和我们一班八十几个议员 一起去审议这条法例 当然感到光荣和一个历史任务是兴奋的 杨军燕表示他作为立法会主席是程序把关人 这次立法审议程序争分夺秒 但全部符合法力 过程公开公正是最高致数的审议过程 那这个就是行政立法关系去到最好的 所以时间虽然短短11日 由首读去到今日可以完成 时间是短 但其实细节的质素是前所未有那么高的 梁军燕认为立法完成后 香港可聚焦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但并不能掉以轻心 其实这条法例只是锁好个枪 锁好个门 不断的恶势力都会试图挑战这件事 作为香港第一件事 要守好国家的防线 同好是卢西文 香港报道 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将于本月23号生效 至此条例草案早前由法案委员会 加班进行逐条审议 主席廖长江为成功立法感到激动 认为香港特区是履行了 对国家的限制法律及道德责任 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 或立法会全票表决通过 条例将于本月23号正式生效 早前立法会法案委员会 历经约40个小时 马拉松市加开超过20节会议 逐条审议条例草案 如今成功立法 委员会主席立法会议员廖长江心情激动 心情非常激动的 也感到非常光荣 拖欠了这么久的一个必答题 我们到现在才能够完成 这个限制责任 以及我们的法律责任 因为我们是要对全中国 这么多同胞是要负责 这个是国家安全 不是香港安全 所以我们都是有一个道德上的责任 如此高效的审议 廖长江说 这是香港立法史上罕见的速度 也足以证明立法的迫切性 他强调之所以要快是因为国家安全风险一直存在 威胁着香港乃至国家的稳定发展 立法等不起 而各位立法会议员众志诚诚 立法也没必要等 对于有人担心速度太快 会导致审议变得草率 廖长江回应 相关立法程序绝对正当 对条例草案的审议绝对严谨 现在我们是有91条修正案 91项修正案 91项修正案大部分都是由委员去提议的 我认真程度这里可见一斑 第一 第二就是最少有两条问题 两条审议条文都超过一小时 此外他还提到 自己作为主席 没有在审议中提出过一次相关性裁决 反映委员们在审议中提出的问题 都仅扣条例草案 言之有误 廖长江相信 在这样的严谨态度下 所定立的法例也会是管用合理的 一定能在未来有效维护国家安全 富豪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向电台又报道 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分别发表声明 欢迎立法会全标通过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港区人大代表在声明当中表示 条例与香港国安法以及其他法律融会贯通 共同构成系统完善的维护国家安全法律体系 对提高香港国际竞争力 推动经济长远发展 还有社会的长治久安 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至关重要 港区政协委员在声明中也表示 相信条例的通过及实施 将进一步的发挥香港特区 普通法整体优势和制度效能 极大增强本地和海外投资者的信心 为香港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 聚焦新制生产力 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 提供有利的法律保障 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 19号在立法会三读通过 曾主管香港国家安全工作的 香港警务处前副处长刘次慧 接受本台独家专访 表示相信新条例与香港国安法 能够有效互补 更好打击更多为害国家安全的人士及行为 同时对公众发挥教育作用 防罪于未然 香港过往多次动乱 使得名不聊生 尽管在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后 社会一度安宁 但国安风险依然暗流汹涌 我们在这几年就算有国安法 我们都看到很多外国势力 不断地无所不用其极地 去干预香港 抹黑香港 抹黑我们国家 所以绝对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是绝对有迫切性 还有是有一个必须性 刘慈慧又指 新条例提出了多项香港国安法 未涵盖的罪名 例如判国罪等 相信两部法例互相补充 双管齐下 可令警方等执法部门 更好打击更多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士及行为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也都有一个好的作用 就是一个教育作用 我觉得大家都要去认识这条法例 认识这个法例应该怎么样作为一个香港市民 是在这条法例的立了法之后 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去守法 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那么香港媒体及各界 对于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的全票通过 都有哪些反应呢 马上连线在立法会现场的本台记者王叔 去了解情况 王叔早 杨子向一早日好 王叔所以港媒和各界是如何评价 把条例草案的全票通过 好的 那香港立法会呢 昨天经过了近十个小时的审议 全体的89名议员 就在我现在身后的会议厅内 全票表决通过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进一步驻牢了香港发展的安全根基 那今天的香港的多份报纸的 头版头条新闻都在报道 立法会三读通过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肯定了条例是一部顺民意保安全 互发展的法律 那香港的大公报文汇报呢 都发表了设评 肯定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通过 是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标志着香港进入到了制度的定型期 有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香港未来的发展定会如虎添一 而香港的港澳 而国务院港澳办 香港中联办 以及驻港国安公署 也是纷纷发表声明表示祝贺 认为条例的顺利通过 是香港回归祖国之后的 又一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大事 铸牢了香港长治久安和繁荣稳定的防护墙 而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中间力量 香港的多个系列部队 也是纷纷发表声明表示 将致力保障国家安全 免受威胁 全力配合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那我们再来关注到 社会各界对于这条条例的通过 有哪些反应 那香港的多间商会呢 昨天也是纷纷的发表了声明 支持条例的通过 认为营商和企业必须有安全 稳定的环境才可以成功 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将进一步巩固了香港的法律屏障 进一步提升了香港整体的营商环境 而正如香港特区行政长官 李家超昨天所说 完成基本法第23条本地立法 香港风光无限好 而香港的社会各界 也是为香港特区履行了限制责任 感到欢欣鼓舞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将在本个月的 23号正式生效 那特区政府也表示 未来会继续做好解说工作 并且推动相关的教育 来让大众更加了解到 条例是如何保障国家安全 以上是我掌握到的情况 现在把时间交换给棚内 好 再次谢谢王叔的最新领线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 旨在全面落实基本法第23条 所规定的限制责任 基本法第23条本身原文 都包括哪些内容 而完成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立法程序之后 对于香港特区又有着 怎样的意义呢 一起了解一下 香港基本法第23条 是基本法中第二章 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 关系的最后一条 内容为 香港特别行政区 应自行立法 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 煽动叛乱 颠覆中央人民政府 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 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 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 进行政治活动 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 政治性组织或团体 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 建立联系 而香港回归后 首任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 曾于2003年 推出国家安全立法条文 条例草案 但因香港民间人权阵线 筹办游行反对立法 董建华同年宣布撤回草案 2019年香港黑豹发生后 如何维护国家安全 社会稳定成为更迫切的议题 2020年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 全国人大会议并督促香港 尽快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 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就是落实基本法第23条 本地立法工作 2023年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上任后定立时间表 并在2024年施政报告中指出 将于年内完成立法 李家超指 这是香港的限制责任 完成立法工作刻不容缓 汪卫视 吴星纯 香港报道 今天我们要关注到 《市路透社》19号 引述消息人士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 或将在5月会访问中国 根据知情人士的透露 普京5月或将前往中国 与中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 这也可能是普京 在新任期内的首次出访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 也就是佩斯科夫18号表示 普京在选举后的 首个外访国家已经确定 克里姆林宫将会及时地发布 这次访问的有关消息 欧盟领导人会议将于21号举行 预料将讨论 利用俄罗斯被冻结资产收益援助 乌克兰的方案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伯雷利19号表示 方案是利用俄罗斯被冻结资产 所产生的收益 其中90%通过欧洲和平基金 为乌克兰购买武器 其余10%转入欧盟预算 用以增强乌克兰的国防工业能力 俄罗斯被冻结的资产 大约有2600亿欧元 据估计直到2027年 可能会产生150亿至200亿欧元的税后收益 方案将会提交到21号举行欧盟峰会讨论 俄方已经多次强调 西方国家任何利用俄罗斯被冻结资产 来援助乌克兰的企图都是非法的 俄方将会做出回应 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 19号在德国举行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会议上重申 美国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必要的安全援助 尽管美国军方依然严重透支 美国此前仍宣布将通过军事合约 所节省的开支 向乌克兰提供价值3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出席会议的还有其他50多个国家 及地区的代表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 也在会上宣布将对乌克兰提供 价值5亿欧元的军事援助 并提供10万发炮弹 从今年开始交付 而加拿大国防部长布莱尔表示 加拿大会资助捷克为乌克兰购买 80万枚炮弹的计划 将为此提供近3000万美元的资金 还会向乌克兰捐助 约500万美元的夜市设备 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曾表示 不排除向乌派遣援军的可能 俄罗斯对外情报局19号称收到消息 法国准备派往乌克兰的第一支特遣队 在最初阶段部队的规模将达到2000人 俄方强调任何派往乌克兰 帮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法国军队 都将成为俄军的优先打击目标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 是以色列的军方 持续对于加沙地带发动袭击 而巴勒斯坦的官员19号表示 以军空袭加沙中部的 努塞赖特难民营有一栋房屋 至少有15人死亡 救援工作还在进行 而至于新一轮的加沙停火协议谈判 在卡塔尔重启 卡塔尔巴胶部就表示 预计以色列的方面将会很快 对哈马斯提出的新听火协议方案 做出回应 目前对谈判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以色列国防部19号发放视频称 以军在加沙南部汉尤尼斯 突袭哈马斯汉尤尼斯旅 副营长克拉布使用了建筑 并在建筑内发现大量武器 以军借助情报和空中支援 击毙躲了建筑内的 四名哈马斯武装人员 其后通过空袭摧毁整栋建筑 以军的行动至今已造成 超过三万一千名加沙八人死亡 联合国表示 以色列阻碍和限制人道援助 进入加沙的行为 强当于利用饥饿作为战争手段 可能构成战争罪行 又指以色列作为加沙的占领国 有意义确保向加沙居民提供相应的食品和医疗服务 并为人道主义工作提供便利 联合国强调 加沙目前的危机是人为的 敦促各方向以色列施压 以促进加沙的援助工作 避免发生饥荒的风险 以色列政府就称 正为人道援助行动提供便利 反指援助数量和速度方面出现问题 应由联合国和救援组织负责 新一轮加沙停火谈判 正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 1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预计以色列方面 很快会对哈马斯提出的 新停火协议方案做出反馈 不过现在讨论谈判会否取得突破 则为时尚早 不过卡芳对谈判持谨慎乐观态度 安萨里并表示 率领以色列代表团的情报和特勤局 摩萨德局长巴尼亚已经离开多哈 不过技术问题团队仍在多哈进行磋商 另外安萨里也重申 目前有大约150万巴勒斯坦人 即在加沙10%的地区 警告如果以军队拉法展开任何攻击 导致局势升级 必将对谈判产生影响 凤凤卫视综合报道